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周天子的势力衰弱 导致各地的诸侯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诸侯们为了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强大 因此常常与其他弱小的国家打仗 有一年 魏国想联合成国和宋国进攻郑国 郑国的君王郑庄公听到消息后 连忙派使者向相邻的成国求和 并希望与成国合作 但是 成国的君王郑桓公却不肯答应郑国的请求 反而傲慢地说 小小一个郑国 根本不值得与他讲和 更不用谈合作了 成国大臣吴府知道成桓公不愿意答应郑国的求和 着急地劝说 大王 与邻国亲近友善 是建立国家的基本条件 郑国虽然弱小 毕竟与我们相邻 您应该仔细地考虑这件事情 并答应郑国的请求 没想到 成桓公不但不听劝告 反而生气地说 卫国和宋国都是强盛的大国 是成国难以对付的敌手 郑国虽然与我们相邻 但是力量薄弱 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威胁 郑庄公听闻成桓公拒绝郑国的求和还出言不逊 一气之下决定出兵攻打成国 让成桓公明白 郑国并不是软弱无能才向成国求和 不久之后 郑庄公亲自率领大军入侵成国 成桓公在来不及准备的情况下匆忙应战 结果不只被郑国打得大败 还失去了许多将士与珍贵的宝物 后来的人便对这段故事评论到 互恶不圈 从自己也 孙约就亡 岂将能乎 意思是 如果一直做坏事却不知道悔改 一定会遭遇灾祸 到那时候才想要挽救 怎么还有办法做到呢 小朋友 当我们不小心犯了错 一定要真心的反省错误 千万不能像成桓公一样 不愿意听取别人劝告 也不愿意省思自己的过错 最后导致了失败的结果 小朋友 听完互恶不圈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 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背景是在说 魏国准备联合成国 宋国 攻打郑国 过程中 郑国向相邻的成国求和 却被成桓公以郑国势力弱小为理由拒绝 结果 郑庄公认为成桓公说话无理 决定攻打成国 成国在匆忙应战的情况下被郑国打败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互恶不圈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你认为成桓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说一说你的看法 如果你是成桓公 你愿意答应郑国的请求吗 为什么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互恶不圈 是形容人做了许多坏事 却不肯悔改 主要是用在毫不悔改的情况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互恶不圈可以怎么使用吧 对那些互恶不圈的累犯 一定要严厉处罚 一个人如果互恶不圈 继续做坏事 终将自取灭亡 与互恶不圈相似的成语友 执迷不悟 相反的成语友 改过自新 洗心革面 痛改前非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